但是因為,很抱歉,就是因為有一些臨時店 因為他需要一些店裡還有我們自己的作業 二月份會賺,那三月份就可以進度來趕快來啟動 讓你們看到說有即時的一個資訊 很抱歉,這我們真的作業上可能就是稍微... 到底是,等一下等一下 你講說申請店有問題對不對 就是需要一些店,然後我們一些看板要製作 對,那我再問你 那你假如這樣有問題,那你開挖就不能做啦 那你等我再講一次喔 你假如不做這些警示標示,然後去開挖 就表示罔顧居民的生命安全,對不對 我講這話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警示標示呢,那就不要做就好啦 報告,我們還沒有開挖 我們還沒有開挖 我們這個工地是這樣,會先做島溝開挖 要開挖把土送出去之前,要先向監管處 報開工,因為還沒有開工 剛剛主席講,說是怎樣怎樣怎樣,才會發製造 你們製造有沒有拿到 我們有拿到雜像製造 那有沒有做到 那警示標示有嗎 那個就是跟各位抱歉 那你為什麼說是電還沒有什麼又沒有 那個就是要簽一下,那我們會謹速做 很抱歉 我們會謹速來做 可以啦,ok,好,這就趕快做 好,謝謝,謝謝 好,下一個問題 現在要回答是葉女士這部分 葉女士的部分,剛剛講的是說 有關通廊的部分 打這個簡報,不好意思 北區通廊的部分 北區通廊的部分 基本上北區通廊部分 我們按照都設計準則的部分 那不是北區的通廊 我現在講,因為 那是全區 不好意思,我現在講,因為我現在是針對第一標 因為北邊的部分 北邊的部分通廊部分 我們是有要求在都省的部分 那個圖縮裡面都有放 所以未來的部分 葉瘦有做這個才會讓他過 不然他葉瘦不會過 對,這個部分跟葉女士這邊做個說明 再來是 剛剛講的那個 這個主席 他講的意義是完整的規劃 對 因為我目前,我現在是第一標先 北邊 第一標,所以我現在說明是 我第一標的部分,我的都省 這未來執照圖裡面都會有 這都會有 所以他未來必須按這個圖縮去施工 這沒有問題的 再來剛剛講的那個即時監測部分 網上這邊我們會盡速要求他趕快 趕快裝 這個之前我們就有要求過了 再來是那個 會議紀錄的部分 因為我們內部主席稿的部分 我們還在順 順完之後我們會簽報上級 然後我們會給里長 給各位的方向網路上 給大家可以索取 那因為有關的防護 最後都能停載的部分 目前 各位那個里面 還有議員還有各位里面好 我是都市設計科科的 張書伟、張國務長 他其實很多 略引師我就有認識 那其實這個 我先補充一下剛剛那個 提到的都市設計準則那件事情 那其實我們科是在辦都市設計審議 那其實這件事情 在接下來的都市大會的時候 也會討論這個通廊這件事情 由我本人上台去簡報 所以這個通廊的設計 其實各位你們可以放心 他一定會在圖面上呈現 那我本人也看過他現在的圖面 確實已經有畫了一個棋樓形式 包括D棟的西側跟D棟的東側 都有留色棋樓 而且寬度近高 什麼都有達到我們西部計畫這邊 要求他至少做到的尺寸 所以這個部分呢 請這個葉女士或者是里長這邊可以放心 那接下來還有另外再跟這個里面這邊說明 就是都市大會會在下一個禮拜四 這個開月公司單今天才簽出來 所以下個禮拜四會在市政府的那個二樓 會開都市大會 所以歡迎各位有興趣可以 大概早上九點 但是因為是第六案 所以可能九點來可能還沒省到 大概要到十一點 十一點 可是十一點不一定 所以可能是第六案 因為第六案是最後一案 對所以各位就是我們開會通知到時候 禮拜一可能會輕送到里長那邊去 然後葉女士這裡我會另外再跟你通知 沒有問題 另外在福德平財這件事情的部分 那因為其實在上一次我們拆其他比較早拆掉 那五棟的時候其實有一些瑕疵啦 那就是剛剛我們正公正面已經說過 該檢討我們就會檢討 那這一次我們遇到的問題就是說 剛剛葉女士提到說 這個要防護的部分 我這一次也特別在戲院裡面也特別寫到說 這個樹的事情一定要保護好 然後呢那個包括防護網的部分 其實在上次拆五棟的時候就有處理過 所以這次一定也會做處理 灑水的部分也會處理 所以這些都是會寫到契約裡面去的 那另外我們還有監照 在負責監照這個拆除廠商是不是有確實做 那我本人也會到現場去隨時盯場 注意這個拆除這件事情一定要圓滿 不要再重蹈我們拆除那五棟發生的一些問題跟瑕疵 那大概這是 那另外拆除的部分 我們現在最快最快是三月底會把它拆掉 那這是最快 但因為我們還有很多行政程序還是得走 所以我們會盡快處理這件事情 最快最快會在三月底 那以上是我簡單的說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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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